随着美国逐渐将日本推到前面 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态度也开始逐渐猖獗了起来 并且开始用各种手段碰瓷中国 此前日本海上保安厅曾经以躲避台风为理由派遣大批海报船闯入中国台湾海峡 而在近日 日本再次以躲避台风为借口 派遣至少6艘海报船闯入中国台湾海峡 根据艾滋航机显示 中国海警1302舰和中国海警1303舰在完成对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巡航后 返回中国台湾海峡内与中国海警1102舰1103舰会合 不过 随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海报船也尾随中国海警船从钓鱼岛海域闯入中国台湾海峡 此次行动的日本海报船至少有6艘 包括了6500吨级的黎明号载机巡逻舰 6000吨级的春光号载机巡逻舰 1000吨级的竹府号 度假府号 伊士明号和陵路号大型巡逻舰 甚至在进入中国台湾海峡后 春光号载机巡逻舰还一直在尾随中国海警 1302舰和1303舰 从日方的行动模式上来看 基本上是将6500吨级的黎明号载机巡逻舰和 6000吨级的春光号载机巡逻舰部署在整个编队的最前方 一方面用于监视中国海警船的动向 另一方面则防备可能新出现的海警船 在此前中国海警的多次海上执法行动中 日本海商保安厅发现自己1000吨级的海警船 普遍不是中国海警船的对手 于是发明出了这种大型海宝船开路 小心海宝船靠货的战术 虽然日本方面表示此次派遣海宝船进入中国 台湾海峡只是为了躲避12号台风梅花的影响 但实际上如果只是单纯为了躲避梅花台风 日本海宝船完全可以直接从钓鱼到海域撤回日本西南诸岛或者日本本土 但日本海商保安厅却选择用躲避台风这个借口 让海宝船进入中国台湾海峡碰刺中国 挑衅意味十分浓厚 虽然此前美国海商警卫队也曾经派遣巡逻舰横穿中国台湾海峡 但是也只敢单舰穿越 而日本明显胆子大了不少 做了美国都不敢做的事情 已经两次派遣6到8艘的海宝船 以及群形式横穿台湾海峡 很明显 现在日本不仅在对华态度上更加激进 而且也展露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干涉中国台海问题的意图 虽然现在只是日本海宝船进入中国台湾海峡 但并不能排除未来日本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会派遣军舰频繁进入台湾海峡 对于日本方面的这种碰瓷行为 我们也需要想办法进行反制 首先 在装备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加中大吨位海警船的装备数量 目前中国海警拥有9艘3000吨级海警船 10艘4000吨级海警船 1艘5000吨级海警船和2艘12000吨级的海警船 从装备总量上来看似乎不少 但是考虑到中国海警除了在东海海域外 在广袤的南海海域也有大量繁重的海上执法需要 这就显得中国海警的中大型海警船有些不够用了 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中大型海警船总量 虽然不如中国海警 但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东海海域 所以反而在中大型海警船数量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从整体上来看 中国海警船目前在吨位上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在5000吨级以上 亿万吨级以下这个范围中只有一艘 由原中国鱼正206舰改装而来的 排水量5872吨的中国海警2506舰 而即使是原中国鱼正206舰也并非全新建造 而是由中国海军原本装备的636型海洋综合调查船 871里斯光号改装而来 换言之 目前我国还没有全新建造过一艘5000吨级以上 亿万吨级以下的海警船 中国海警的两艘万吨级海警船 也就是中国海警2901舰和中国海警3901舰 虽然拥有强大的远洋执法能力 但是较大的排水量就决定了 两舰一半是在需要执行重要任务时才会出动 毕竟万吨级海警船的使用成本和 6000吨级左右海警船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而依托054A型导弹护卫舰而建造的 818型海警船因为舰载设备较少 实际上属于3000吨级的海警船 在面对日本海上保安厅6000吨级海宝船时 并不占优势 所以 中国海警接下来至少需要重点装备 6000吨级的海警船 不仅能够和日本6000吨级的海宝船 拥有相近的出动频率 而且还能够在必要时候充当 818型海警船的领舰 共同进行海上执法 如果全新建造来不及的话 完全可以考虑将中国海军 目前的两艘051C型导弹驱逐舰 推移改装后移交给中国海警使用 051C型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达到了6600吨 因为使用了额制向控阵雷达和舰载防空导弹 整体改装升级的难度和成本都比较高 在大量052D型导弹驱逐舰 进入中国海军中服役的情况下 中国海军对两艘051C型导弹驱逐舰的依赖度 也在不断下降 但对于中国海警来说 如果这两艘051C型导弹驱逐舰能够加入 那么将极大提升中国海警的海上执法能力 除了要重点装备6000吨级海警船之外 针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挑衅行为 中国海警也应当展开反击 不再将巡航范围局限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以躲避台风 呼吁等理由前往日本本土附近海域进行巡航 只要没有进入日本12海利林海线 那么中国海警的行动就是合法的 日本什么时候放弃派遣海宝船 进入台湾海峡碰撕中国的想法 中国就什么时候停止对日本本土沿海的巡航行动 我国是个陆海兼备的国家 海洋资源的丰富性为发展预约 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为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如何有效地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 就成了我国进行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课题 说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中间力量 中国海军起到了重大作用 其实保证了我国商船安全通航和临海主权 除了中国海军 其实我国还有支非常强大的海上维权防卫力量 那就是被称之为中国第二海军的中国海警 中国海警对执行海上维权和打击海上犯罪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如今还获得了亚洲第一的称号 并且中国海警所装备的海警船 有不少是海军军舰退役所改造 其中就包括22艘花归海警的零物流行护卫舰 海警的成立 人们在过去总以为陆地比海洋更为重要 所以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以及保护并不重视 对临海主权的重视程度也不够高 二战结束后 全球联系日渐紧密 海洋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迅速体现了出来 世界各国开始加强对领海的控制 大力建设海上力量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 转变中陆青海的传统战略思维 对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中国海军的战斗实力在某些领域可直接追赶美额 不管是近海防御还是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 它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广泛 但中国海军更多的是旅行保护海洋安全 震慑外地的职责 在维护海上治安 打击海上犯罪活动 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方面 中国海警才是最主要的海上维权执法力量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了海警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就是之威名显赫的警察队伍 主要负责美国沿海水域的航道执法和安全救助等任务 甚至能够在战时为美国海军提供必要的支援 中国海警是在2013年才正式成立的 比美国海警部队要玩很多 最初由国家海洋局所领导 后来在2018年转立武警部队 中国海警成立后 极大的强化了我国渔民进行捕捞作业的权益 遏制了日本海上保卫厅非法阻拦我国渔民 在所属领海区域进行捕鱼活动的行径 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日本海上警备力量 拥有规模庞大的水面舰艇和航空巡逻机 坦称日本第二海军 与准军事力量没有太大差别 曾是亚洲最强的海上警察力量 日本海上保安厅还曾仗着力量强大 多次唯独在我国领海范围内捕鱼的渔船 并且他们的海警船都是武装过的巡逻船 配备有舰炮 实力很强 在我国还未成立海警时 维护海上治安的渔政船 不仅敦为小孩没有什么战斗力 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相比 力量悬殊 特别是在2010年发生中国渔船 民进于5179被日本海上保卫厅拦截扣留后 我国就加上了海警的建立建设 为了提高中国海警维权执法的力量 只有建设更为现代化的海警 才能维护我国海域治安 扩大海警执法船规模就是最迫切的步骤 日本海上保卫厅的巡逻船配备有舰炮 在海上具有强有力的威慑力 中国海警执法船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才能再进行海上维权石油底气对抗 在提高中国海警战斗力的这些年 海警船数量不断增多 还有超过万端级别的海警船 据悉海警舰2901和3901就是两艘万吨级别的海警船 满载排水量达到了12000吨 并且还安装有76毫米隐形舰炮 最大射程为17公里 每分钟能够发射120发炮弹 甚至还能够拦截反舰导弹和执行防空任务 装备了该舰炮的中国海警船具备强大的火力输出 能够大幅震慑海上犯罪分子 保护渔民安全 除了万吨级别的海警船 还有3000吨至5000吨级别的海警船 其中3000吨级以上的就有70多艘 通过大量建造海警船 中国海警的综合战斗力在亚洲迅速提升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已不足畏惧 在接收新型海警船的同时 海警也接受了很多由军舰改装而来的海警船 中国海警已经有各种吨位的执法船 为何还要将退役军舰转入海警部队 难道是因为海警船不够 在海警城里发展出气 建造新型海警船不可能那么迅速 使用退役军舰也无可厚非 虽然退役军舰不能再满足海军的需求 但经过翻修也可在海警部队发挥巨大的作用 可避免很多资源浪费 其中还有不少退役军舰只服役了十几年 虽然算不上新舰 但战斗力还很强悍 将其转给海警执法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 细数中国海军那些年转给海警的军舰 包括051型导弹驱逐舰 053型护卫舰和072型登陆舰 还有22艘056型护卫舰被划给了海警 这22艘056型护卫舰还处于服役前期 舰领也大多只有六七年的样子 很多人都感慨将其转离海警是不是过早 究其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 中国海军的发展越来越快速 万吨驱逐舰 两栖攻击舰和航母舰2.3亮相 中国海军的战略思想正在朝着远扬海军前进 很多不能满足海军需求的军舰 必然要面临被退役的选择 056型护卫舰是早期为弥补海军力量不足而建造的军舰 随着052低数量激增 它在海军中体现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了 其二 中国海警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 海警执法力量的确有所增强 但现代化还不强 将056护卫舰化给海警部队 对提高海警综合作战能力有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事 总比将056放在不合适的位置 或者退役经受风吹日晒更有价值 如今 中国海警力量已是亚洲最为强大的海商警察武装力量 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位堪比海军 你会看到 izers人物 Particip 这是一件事物人 你会看到 最后一个人就会看到 最后一件事物人